緊接著上場的張慶熙 能夠順利過關 還是會讓戰局產生變化 這一支網友給予我的歌 大部分是我第一次聽過的中文歌很多 所以一半是中文歌 一半是韓文歌 他沒幫你開韓文歌 好多 網友幫他開韓文歌耶 好多好多 好棒喔 對 但你還是跳了一首國語歌 吳斯凱的《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對 他說剛好這樣的歌詞 剛好他遇到了一個故事 其實 聽我的人生真的很奇妙 因為選這首歌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的想法 就是很喜歡就選的 但是 沒想過 這個禮拜一 下午3點40分 對我還有對我的好朋友 很珍貴的一個人走了 去天國 哦 所以也把這首歌獻給自己最好的朋友啦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歡迎張慶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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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承诺 却被你抓得更紧 没有了你 我的世界雨下歌不停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 想要忘记你 但是回忆 回忆 回忆 从我心里跳出来 拥抱你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我的肌肉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我会遇见你的我身体 轻轻描着眼睛 我会遇见你的我身体 我会遇见你的我身体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我的肌肉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我的肌肉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与特别的你 是个张俊熙 说真的我还不知道 我就像以前之前我听 就是听小五唱这歌 我还没觉得这歌有这么好听 我今天还觉得 就是说虽然是 有些音可能听起来有点耿 就是有点太高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唱起来 反而就是有那种 怎么说 就是有那种J-pop 就像日本歌那种 那样子的感觉 就很像日本卡通影片那种主题曲 然后呢 我觉得你今天用了很多的哭音 照理说其实会太油 可是我觉得还好 你用了很多的哭音 就是用哭腔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 我觉得还蛮自然的 就是说我觉得 真情流露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唱歌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你选这首歌 是一场误会 就是说前面听的那个故事 跟这首歌要表达的意境 其实应该要有朋友告诉你 这首歌其实是一种 比较欢乐的心情的一种表象 它比较阳光的 跟你前面讲的那段故事 其实是180度 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你诠释歌曲的感情 等于是说 放在放错了 应该选一首 比较思念的一个情歌的方法 给予一种祝福的一个歌曲 不是用这首歌 所以感觉怪怪的 你刚刚用一个很哭腔的方法去唱 难怪王志平老师听起来会说 像是日本的卡通歌曲那种感觉 加油了 韩国代表张庆熙可不可以过关呢 请下分数 目前过关分数41.3分以上 直接过关 加油 4.5 谢谢你 恭喜 过关了 恭喜过关了 过关了 已经没有哭耶 恭喜张庆熙 谢谢 欢迎美国代表荣